我 我覺得 我比較保守一點 我現在不會去講適合不適合 因為 不管怎麼樣 他哪怕是委託私人信託 我相信信託的東西一定還是在銀行裡面 對 檢察官要知道信託的內容是什麼 應該很容易 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我們不能查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不複雜 但是其實是這樣 就是檢察官公開喊話裡面就是說 需要釐清 但是先確認一下他是證人 如果橘子在看我們節目的話 如果因為在日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證人是不會被通緝的 那因為是證人的身分 如果你現在跟檢察官聯絡 也許已經聯絡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 也是有可能 證人不用擔心什麼 證人只要不要做偽證 沒有什麼事情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因為檢察官有講一句話 就是他們不確定 需要釐清局職的一些角色 確實需要 因為自從橘子的名字曝光以後 呃 在台北市的企業界裡面 大概 很多人就知道說 喔 原來他就是橘子 就見過 見過 舉一個例子 呃 柯文哲 呃 那個時間點 不要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 還是民眾黨成立之前 這個時間點我不確定 因為我不在場 那我有朋友在場 那柯文哲 因為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 就要募款 就跟了一個企業界的募款 那這個企業界的人會 就決定要捐款 那來的就是橘子 橘子 事先電話聯絡好 這個跟橘子沒有關係 這個跟橘子有沒有法律關係 法律之類的一點沒有 就是柯文哲要募款 就打電話給企業主 企業主就說 因為市長打電話 好啦 不然你就來拿啦 對 就一定這個面子一定要給嘛 對不對 因為市長 對 他真的會這樣開口要就對了 所以就一包就 一包就拿過去 那橘子 就是 也不是企業老闆自己也直接給的 也是企業老闆的募人 各自下面的人 三邊的人 所以橘子是金手人 對 那 那 幾捆 好像有幾次 好像有兩次 啊 一次是政黨成立的時候 但是我不知道是政黨前還是兩次 一次是又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不好跟你說 這時間點可能是這個2019年左右 對2022以前 2022以後呢 我認識的這個企業主 不方便在台灣 人就在國外 好 那 那橘子拿到之後呢 就直接上車 直接喔 直接上車 這第一件事情 好 那再講一下 企業主 企業主是怎麼跟柯市長認識的呢 因為前幾天 那十位被台北地監署 叫去復訓的 其中的一個企業大老闆 喔 就前三名的啦 前三名啦 那那個前三名的企業大老闆 當年呢 跟柯文哲非常好 所以就很熱衷的 幫柯文哲介紹了 那 我所知道的那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因為那個企業家 因為有官司嘛 跟柯文哲講一句話 欸我很黑耶 你不介意嗎 喔呦 你說他說我很黑 因為有打官司嘛 柯文哲一點都不介意 聽說啦 我不在場 我先講我不在場 我都聽轉述的 我阿伯分數不計耶 沒有啦 人家只是打官司啊 又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人非盛行 俗能無過 對不對 大家都有犯錯的時候 也是市民啊 對啊 財團也是市民 神慶慶也是市民啊 都是市民啊 只是市民的分量不一樣嘛 聽說阿伯還有一個擁抱 我跟你講這個圈子 因為台北市就是說 哪些人的募款 是很好募的 就是說你去 這個他多少都會給 這個在圈子裡面 不難打聽 就有些企業主 名單給吳貞一下 吳貞 來不及了 我認識的那個朋友 我現在不在台灣了 他不在台灣了好不好 那童韋哥 你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有個大關鍵就是說 這個柯文哲 恐怕是會自己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他的動機是什麼 那個時候可能是在籌黨 或是說黨綱成立 正需要錢嗎 我知道是兩次嘛 有一次是 第一次是正黨綱成立嘛 但是成立前成立後 我時間我沒把握 那後來是後面有選舉 但是不是2024這次 但關鍵是金手仁是橘子 對 那所以橘子會知道嘛 會知道 那因為企業界會 很多人並不知道 許子瑜這個名字 喔 他並不知道名字 因為那個時間不會很長 嗯 可是當 這叫鏡周刊壞壞 就把許子的照片 登出來 喔 然後大家有個印象 因為 因為幾個朋友 接觸到舉子的時候呢 第一時間 因為舉子實在 有點像小男生 他留短頭髮 嗯 他個頭小 個頭小 所以第一時間 他以為是小男生 他等到他這個禮拜 看到去 看到許子瑜的照片的時候 才知道 喔原來他叫許子瑜 喔 因為你知道嗎 要交東西 嗯 這種記憶不會 不會隨便丟掉 很多人都看過橘子 但是不知道他叫許子瑜 現在新聞出來之後 喔原來你那麼重要 要正面那張比較清楚 剛剛有一個側面跟背面的人 看不清楚 因為這個有戴口罩 那個時候是沒有戴口罩的 有沒有戴口罩 可能有戴口罩 不過他們有認識人 那時候疫情開始 有可能 那所以你說許子瑜 舉子重不重要 他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因為經手 但是他有沒有管帳 就是不一樣 他可能不知道那個錢的動機 或是什麼 但是他至少他有 碰到那白花花的錢 因為克文哲先打電話 跟人家交代了 才會叫他去 我說你莫名其妙去到那邊 然後人家拿一包東西給你 拿一個袋子給你 通常套用在詐騙集團 這不就是車手嗎 我說如果套用在詐騙集團 那法律上的關係 法律上的關係就比較複雜 第一個 如果沒有申報 就萬真知現金法 現金法基本上還是罰錢 對 然後第二個 如果是指名 當時如果是用台灣民眾黨的名義 募款 錢沒有進去 沒有確定沒有申報 確定沒有申報 如果你現在看台灣 台灣民眾黨的那個 那個政治現金的申報裡面 不會有我那個朋友的名字 就不會有 那當時他們同一個行業的人 被募到的人 不是只有他一個 那是一個行業 都接到電話 對 好 那請接下來就問 因為當時的秘書長 並不是周宇秀 那周宇秀那時候還是社會局局長 那當時的秘書長知道嗎 因為如果是用政黨的名義去跟人家募款 政黨成立嘛 那錢應該要到政黨嘛 對啊 但是對柯文哲良這個也是小錢啊 但是在法律上 他可能就有侵占的問題 好啊你如果 用政黨的名義去募款 然後錢沒有進政黨 這個被認真追究起來就是侵占 這就很難看 很難看 那我在講一次 因為那一批被募款的人 是一個行業的 一個工會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工會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工會 說不定你知道的企業家 只是眾多企業家之一 是啊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人捐 因為阿伯說不定打很多電話啊 然後這些企業界的人 這些企業界的人 我後來知道也有被募的 也有的人是 藍綠白三方面 都關係不錯的企業主 甚至還曾經有小孩子要選舉 他說藍綠白三面都很好啊 那市長選舉 市長走動 卡電話給你 對不對 要募款 當然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個例子說 當時他們的這個同一個 同一個工會的董事長們 大家講好 大家就同一個數量 不要有人多有人少 你兩百你就兩百你就兩百這樣 沒有沒有這個可以講 如果是橘子的話 都是一百顆橘子 一百顆橘子 好不好 都以橘子為單位 對 以橘子為單位 一百個橘子 大家大小都一樣 這樣子比 大家都兩次嗎 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就說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嗎 這個有個好處就是說 那個這樣子不會有人大有人小 對市長也都有個交代 那但是比我們嘉義大亨 對不對 對 三百 一百 你可以想像嘛 因為他人比較多嘛 對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大家好 好 博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